歡迎收看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有到我們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的這個單元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針對介紹一些英文重要的智慧 透過來解析它的意義 以及介紹如何運用 整體提升我們英文寫作 翻譯閱讀等等相關的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 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第19集 介紹了兩個這個重要的單字 重要的智慧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A-N-A-L-Y-Z-E Z-E是比較動詞的意思 叫做中音在前面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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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經常看到 看見很多的閱讀裡面 都出現這個字Analyze 動詞叫分析 對某一個事件加以分析 Analyze Analyze 好 那麼它的詞略變化 這個地方ZE變成ST ST通常是指專家的意思 專家 那這個地方叫做 Analyst 中音節在前面 Analyst Analyst 變成名詞叫做分析家 專家的意思 Analyst Analyst 再來是名詞解析或分析 把這個ST變成SIS 就是所謂的詞類變化 本來是ST變成SIS 變成Analysis Analyst Analyst變成名詞叫解析或分析 解析分析比較值得一提的 那麼它的複數型呢 不是直接加S 這不可能再加S 就把這邊 那麼到S這個地方 S對S Analyst 然後本來是IS變成ES 然後本來是IS變成SES 本來是SIS變成SES 這個字的負數變成Analysts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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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Z變成Z 本來是Analysts 變成Analysts Analysts Analysts 這個叫做負數 負數 好 那麼它的形容詞 所以它的詞類很多了 分析的形容詞叫做 這麼變成什麼 怎麼變呢 它變成L Y呢 變成T I C A L T I C A L 所以它基本的這個 前面的字首的部分 都是A N A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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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Z E S T S I S 那麼負數變ES 那這個地方變T I C L T I C L 變成Analysts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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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形容詞叫 分析的 Analysts Analysts 所以它有各 各個不同的這個詞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初是動詞的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運用 因為最常出現是動詞的 這個這個變化 以及動詞的 它怎麼運用的句子裡面 我們看 Our Factory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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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cal Market And Decided The Quantity Of Annual Production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工廠呢 Analysts 那麼這個字為是 所以這個ED變成 Analysts Analysts 那麼它這個工廠分析 動詞分析 Analysts Analysts 當地的市場 本土 當地 當地的市場 以及決定了 Quantity 這個數量 這個字裡面蠻重要的 Quantity 什麼數量呢 Anal 這是一個行動詞 叫每年的 修售後面的名詞 Production 這個所謂的生產 來決定每年生產 要生產多少數量 所以要先研究當地的市場 市場是不是需求很高 我們才把數量提高 市場需求很低的話 你要做很多的話 就可能賣不出去了 所以這個叫做要分析 所以 Our factory analyzed the local market and decided the quantity of annual production analyzed 這個動詞 的一個例句 好 我們看第二個 也是很重要 它詞裡也是很多 很多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叫做 announce announce 那麼這極物動詞 叫做公佈 或發表 這個字呢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新聞 英語新聞的話 新聞英語 就看到很多的這個文章裡面 都是政府公告 或是什麼人宣布 都是用這個字叫announce 經常出現在我們的很多的這個 這個新聞英語裡面 都會出現announce 就是宣布正式的公告 announce 好 那麼它呢 如果把 這個是 N-O-U-N-C N-O-U-N-C 那麼 這個前面都一樣 那麼 但是呢 前面的本來是A 把它改成這個 D-E的話 就往下的意思 往下 如果都是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這個這樣 denounce denounce 變極物動詞 公然的指責 或告發 啊 公然指責或告發 accuse 控告 那這是公然指責啊 或告發對方的什麼一些事情 叫denounce den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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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它的名詞呢 是在後面變化 那麼這個 這個 announce 後面再加上這個 E之後 加上m-e-n-t 通常m-e-n-t 加上去就變成一個名詞了 變成一個名詞 所以這叫announcement 重音節叫做announce ann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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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ment是名詞 叫公告宣言聲明 公告宣言聲明 公告宣言聲明 是一個名詞 那麼它有一個用法 叫做 make an announcement 發表聲明 像我們說這個發表演講 叫make a speech make a speech 通常make這個字 make就是創造 創造 創造 公聲有 叫make an announcement 發表一份聲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三個例句 第一個 they announced 那個字尾是 所以現在ED變成announced they announced the date of their wedding in the newspaper 那麼他們公告宣布了這個日期date 日期幾月幾號 他們的這個 wedding就是婚禮 在這個報紙上 這是結婚的這個 要辦婚禮的時間 是在幾月幾號 在報紙上公告出來 announced the date of their wedding in the newspaper 好 第二題 the parents denounced 這個叫做指控 公然指責 denounced denounced the teacher's inadequate punishment on his pupils 這再來是pupils 那這個叫做什麼呢 雙親的denounced 動詞叫做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叫做公然指責 告發 指責這個什麼 老師的 inadequate adequate這個字很特殊 先不要講這個in 光講這個字 adequate 它有兩個意思 它是形容詞 第一個叫足夠的 足夠的 足夠的 像我們講的 enough 但是第二個叫適當的 適當的 所以它很特殊 這個字叫兩個 兩個意思 足夠的 跟適當的 但是前面加個in 叫做否定的 意思 這個地方是指適當的 就不適當 不恰當的 一個懲罰punishment 這個很多 那麼有時候我們看到 很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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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孩的這個 這個 這個學習的地方 因為小孩受到這個 懲罰 就淤親了 或怎麼樣 或者被打頭 那產生這個小孩有一些 心理或身體一些傷害 所以呢 這雙親就 控告指責 發現這個小孩被打得很 很嚴重或怎麼樣 就控告這個老師的不當的 這個punishment 懲罰 像現在我們也是政府規定的 非常嚴重 非常的這個嚴格 一旦發生這個事情 都要加以 都會加以 懲罰 就會有這個 責任問題 所以這個有 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不適當的這個punishment 不適當的這個處罰 再什麼呢 它的這個pupil 通常是小孩 比較小的學生 比較小的學生 就未成年的比較小的學生 pupil pupil 所以the parents denounced the teacher's inadequate punishment on his pupil 好 第三個counselor counselor就是所謂的議員 國會議員 counselor 那麼這個elect elect這個字呢 叫做 我們上次有election 叫選舉 這個elect 動詞叫選舉 動詞叫選舉 那他另外一個形容詞叫做當選的 已經當選 當選的 那就是已經當選的這個counselor 這個議員呢 怎麼樣呢 made an announcement 做了一個宣告 宣告什麼呢 he guarantee guarantee 這個叫保證的意思 guarantee 他本來是EE 那字尾E再加D 所以他 他這字非常奇怪是 G-U-A-N-T-E-E 字尾E再加D 兩個E 兩個E 叫guarantee 那麼他承諾 保證 to fulfill fulfill 叫做 動詞就是實現 或者是執行 實現呢 每一個promise 一個承諾 he had a mad 就是mad promise 他所 這邊有一個關帶 which 這個承諾是呢 他所做的一些承諾 兌現的承諾 你不能選舉的時候 想一大堆 結果後來呢 什麼事都沒錯 那下一次呢 可能很快的就 人家不會再支持了 所以你講了什麼話 在選舉前 你事後要努力去執行 努力去執行 讓人家覺得說 果然你真的 有照你言行如意了 那說什麼 有照我去推動 選舉的時候呢 這個講了一大堆 結果後來呢 什麼都沒做 這個就是不得了 自己 就沒有辦法做到誠信 誠信 就要做 每個當選者都要 能夠確確實實實去 fulfill every promise he had a mad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誠信 好 OK 那這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 兩個 這個 重要的智慧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用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 右邊的小鈴鐺 以及我們 最新 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 下次 重要智慧的解析引用見面 謝謝